1933年9月 国民党当局调集50万人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此次围剿 蒋介石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 不断蚕食中央苏区根据地 此时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 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 用所谓正硅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经过一年苦战 中卫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中央被迫转移 长征至此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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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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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